大家好,我先介紹一下自己的私人,我叫Kerry 我現在就是溫哥華,這邊是地產經紀 我以前是,或者我的背景是怎樣呢? 我跟大家說一下吧 我其實是土生好長的香港人 也是80後來的,不過未去到90 以前我在香港,我在律師樓做Marketing 我老公是基仔,他也在這個頻道有出現 我們兩個差不多在4、5年前 那時候覺得除了旅行之外,未試過去其他地方生活 不如試一下出去闖吧 我先生這邊有個伯母住在這裡,每天跟我們說 溫哥華很棒,香港有的東西 這裡全部都有,更好一點 又有一個迷思,大家都說加拿大很冷 我們那時候未來過 但是他說不是,在哪裡冷啊 這裡,除非你說Toronto,Kalgerley,Edmonton 很冷而已,這邊都可以的 那好吧,於是我們就試一下 一下子危言,就搞了移民 我記得那時候,可能沒有現在那麼多人搞移民 程序上都算是流暢 於是差不多一年左右,我們就出現了在Vancouver這邊 來到之後,很多人都有問我 你有沒有習慣這裡的生活,或者怎樣 那我先生就不是很習慣的,說真的 來到這裡之後,都可以了 起初有做過中文老師 然後就考慮一下,也是考慮一個牌子 做一些專業的工作 我們那時候剛剛又買了房子 覺得這裡的房地產市場都頗有趣 跟香港很不同 香港都頗單一的,基本上就是賣公寓 即是賣單位,一個unit condo 這邊又有townhouse 又有house 然後又有condo 又不同city 然後又有農地買 又有pre-sale 剛剛叫摩課 即是我們叫assignment 留給別人要求求人不愛 那麼多選擇 那麼有趣 於是就不如索性地去做地產 這樣考過 license 於是我就膽粗粗地去讀課程 好像讀了兩三個月 在地產工資搞的 讀完之後就考牌 都很幸運一次就考過了 我其實很不喜歡讀書 考過之後 就有一個 license 那就開始做了 慢慢累積自己的知識 熟悉这个地方 还有因为很多香港朋友 都陆续移民过来 或者是有些朋友回流 都需要帮忙的 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分享一些不同的东西 很多朋友很多年前 在加拿大这边读书 然后就回到香港 然后已经二十几年没回来 话说说 我是住在一些 不是那么主持人的城市 大部分人来到这里 可能就会住在Richmond Bernabee、Vancouver 现在就很流行去Cocquitland 我其实住在哪里呢 我住在North Delta 为什么会选这里呢 主要是Budget的concern 一百万都不到 我和我先生、我老公说 不如住在香港 住了这么久的condo 好像有块地好玩一点 我们就看了很久 看House、Taytanghouse 看完一轮之后 OK 最后我们都决定 用我们仅有的Budget 如果买到一个House的话 就开心点 于是看着看着 就看到North Delta这个位 就住在这里了 然后我又负责了我父母过来 我妈妈就说 不行啊 你不要扔我去Richmond 太远了 我一定要贴着你 于是我们就看了很久很久的房子 最后 都是在我家附近 三分钟的车程 15分钟Walking distance 就卖了另一间House 都是差不多size的 他们那间就棒了 我们看了九个月了 因为妈妈、爸爸年纪开始有点大 他们就不想要那些 入屋就一条楼梯 两条楼梯 他们最好呢 是入到Ground Floor 他们说不用住这么大 于是就1000尺够了 楼下出租 很幸好 就选了这间山边斜老屋 那个景就超美了 我带大家去参观一下 那个厨房 这个就... Hello 这个是我爹地 喂爹地 顺便介绍 其实我爹地是钢琴钢琴钢琴师 在香港做了三十几年 然后被我逼过来这里 现在每天就出去买菜 经常去超市格价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觉得哪间超市好买东西 可以问我 不应该问我爹地 转带给他 其实这里就是厨房地区 厨櫃就上面用了白色 这里也有一些櫃 我爹地在这里 不要搞那么多 我们下面也弄了很多柜桶 是吧 这边其实也有 这边也有 是吧 全部都是柜桶 里面我们就做了转盘 那星盘呢 就在这里 我弄了一个大的 现在只有三粒菜 这边也是柜 洗碗碟机就放了在这里 然后呢 这里我们就弄了一个 组合式陷入的垃圾桶 然后这里也有一些柜桶 这里就是调味品的柜桶 然后呢 这些柜桶 其实也很多 它们都放不完 好像 这个炉呢 就是电炉来的 抽热烟机在上面 这个可以开了之后呢 就可以教 叫来要厉害 五个爐头 我们那时候 为什么选择这个爐呢 这个牌子是 Samsung 因为呢 我们不想再买一个小的烤炉了 这个烤炉呢 它是可以分两格的 这边呢 小的是一格 然后呢 你可以开一个大的 小的 它就可以分上面 还有呢 全部 如果全部的话呢 怎么用呢 你就将这块板 整块抽出来 这样就下面就可以了 看完烤炉了 然后下面它还有个 柜桶 这个桶是可以温的 这里可以按 一个温 二温 三温 可以放些菜在那里温 如果你现在两个星期没用呢 其实要抹一抹再用 否则开开 里面是很多层的 先关上烤炉了 这个烤炉的另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这个平面 大家看到呢 它是延伸出来 它可以铺在桌面外面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它将中间的烤炉 和这个 那个桶线之间的 那个垃圾可以遮住了 因为呢 我之前我们用过的烤炉 它就不是这样凸出来的 它就是一个烤炉 这样炒下去 中间有条垃圾 结果那些 那些汁液 或者那些送菜的味道 有时候炒菜 有条葱就掉下来 那呢 就很难撿 撿回就很骗了 那我就很讨厌的 好 这个就是冰箱了 这个冰箱呢 是霜门大冰箱啦 36寸冰箱 还有Counter碟 然后呢 它这一只呢 就中间还有一格的 那这一格呢 就是可以调温度 它可以是比上面那格冷一点 但是又不是去到freezer 那有些肉类呢 你就变了可以放久一点 但是又不用冰了 那之后呢 这个就是冰箱了 那冰箱里面呢 它就有些櫃子 那我老爸为什么说 他喜欢买东西和格格 你看他塞满了不同的冰鲜东西 哪里特教他都会多买点回来的 那我记得当初买回来的时候呢 它这里就有空的 没有柜的 我觉得好像很浪费的 那所以又装多一组柜 那就变了可以好像pantry那样呢 就放多很多东西了 那下面有些桂桶啦 这里就全部都是桂桶啦 真的不用开了 不用了吗 这些袋呀 这里呢 一个台面 那就放些什么咖啡机呀 热水凍水呀 其实这里也有个窗的 现在外面又没有景啦 这一屋呢 前院是很多植物的 我们顺便我们出去看看露台 还有这些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山边斜路屋 它的特点就是 它有个view的 来到这个露台位啦 那我们其实这边看着呢 是西南边来的 基本上就是这里几层 下了它的屋之后就没有了 那边是个树林来的 整个都是 那都看得几远下的 那那个view我觉得都不错 那这里一直到后面啦 那这间屋的地就不算太大 五六千尺左右的 因为North Delta这边很多屋呢 那屋是很大的 七八千尺的 那这一间呢是算小一点的 不过Daddy Mami就说 其实他们年纪都大了 宁愿小一点 不想打来这么大一间 那下面就有个草地啦 那这里是斜路屋呢 开车来到拍好 就进到来 其实已经是二楼啦 就另外旁边 再有条路仔呢 那就兜下去下面呢 那下面又是ground level 那里面也挺特别的 那租客呢 去到会住得都开心 起碼不是屈了下去basement 好 继续介绍 那移民过来之后呢 那我先生来到这里呢 他就改了行 做装修 原因就是呢 因为我们买自己 我们的物业呢 其实是旧屋来的 1959年 59年的物业 那里面是 那些东西没什么装修过的 那他就说 不如他自己来吧 这样省下一些钱 又可以按自己心水做 那所以他就改了行 他都其实在我这个频道 基神出现呢 就分享一下 跟大家说 有些什么可以是DIY自己做的 什么油漆啊 地板啊 有时的厨柜啊 或者是分享一下 一些生活的小经验 那有些什么问题 大家都可以直接问他 其实主要都是想和大家 聊聊天 那你们除了知道我是经纪之外 都知道一下我们的生努历程 那尤其是想移民过来的朋友呢 因为我身边都有很多朋友 是想着想移民过来 或者是决定要不要过来温哥华住 那可能有很多问题的 就不一定是有关买不买楼这个问题的 可能要租住先啦 或者想过来看一下 或者想了解一下这个生活 那所以我都希望可以分享给大家知道 那有什么问题或者怎么样的 都很欢迎你就WhatsApp我 或者Call我 欢迎大家随时联络我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今天想和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分享一下 那我呢 我和先生其实差不多是三四年前就移民过来 然后就重新开始这里的生活 然后之后就慢慢一步一步 我就想到最初说两句 接着叫它飞走 你就不会吃 我看到飞去 你也许是飞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